观战一局国服威牌速散 开局捏散预判直接传 如同恐怖游戏的预判成功拿到一刀 非常完美的开局 机械带的双弹这个距离拉得还是有些远的 不过抓的是机械再怎么留也留不了多久的 老太太翻窗还翻了两个 不过机械利用板弹也是成功拉远了一些 假走位成功击倒 速散玩家平地追击能力的基本功还是挺强的 速散也是决定往回挂 一会方便找娃娃 挂扇机械没看到人直接直奔娃娃 姚玲直接击倒 机械也是被无伤捞了下来 捏伞预判走位 再次精准传脸 闪现鞋刀成功击倒 拿上机械顺势把娃娃也给打掉 这样就算挂上机械机械也无法继续控制娃娃了 依旧杀出去做防守 没想到被医生卡了一个视野又被偷下来了 假走位骗机械 变成小黑有摇铃 防止医生扛刀 机械反向走真的好熟练 不过也就熟练一会 也是成功击倒 医生居然还在脸上自愈 胆子那么大 下一个就拿你开刀 传伞风路 再给他来上一刀 人类能不能平就看医生二流了 医生也是知道转点还会吃刀的 不如先扎上一格血 方便转点 速散直接吸魂跟上 很帅的飞轮 捏伞风路 成功击倒 医生的二流还是让人类拖出来一些时间 挂人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电击抖动 疯狂看电击 目前只有一台在抖 大幅觉得血线已经差不多了 打算卡半就一次 不过是小黑很容易过半的 不过是小黑很容易过半的 摇铃断旧 没打到震慑还被卡半了 这里医生活命不拉走还想在墓地溜轨 被打了一刀倒在角落 大幅抢电机直接换抓 小白的 小白的蓄力刀大幅可不是那么好躲的 成功命中 守住最后一台以铲鸡 还白嫖一个地下室 现在一个倒地一个要来救人 可没人勇闲功夫休机了 医生教自愈把自己摸满血 吸魂拦住魔术 这个位置拿捏的是真准确 吸魂就给他来上一刀 这个人有机会就不下来 魔术棒可以解除吸魂吗 感觉它吸魂过得好快 防止电机压好直接换挂魔术 此时人类决定换人来救 飞轮重置吸魂 电机是已经压好了 享受电机结果原地传散 没办法了 只能先击倒魔术 跑出来一个 医生居然没跟出来 刚才不出去 现在可是没机会出去了 接下来就开始问中捉鳖 成功击倒 因为三个人都在附近开着机 是没有人贴门的 速伞也就是说 有充足的时间击倒医生 距离太远直接捏伞 直接吓死大福 闪现日判成功击倒 完美多抓 进度 连首先 无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